接着可以点这个多项分配 多项分配我们就不画它的图了 因为多项不太有办法画图 到底要根据哪一个s来画图是个问题 所以就不画图了 多项分配大致上的用法 我们可能主要会用Random模拟 我还没切画面 Random模拟的 我弄个例子 你会发现我RMartinome Martinome是多项分配 10代表说我随机取10个多项分配 这个多项分配 我总共size它的n等于12 n就是每一个类别 它现在多项码 所以有三个类别 就是有三个类别 第一个类别的几率是0.1 第二个类别的几率是0.2 这里0.8 这应该写错了 应该0.1 0.2应该0.7才对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一个这样写它也可以算 不过不太好 这样很容易会紧 OK这样好一点 所以0.1 0.2 0.7代表说 第一个0.1 第二个类别的几率0.2 第三个类别的几率0.7 那这样我们总共n是12 就是说n是什么意思 n就是在多项分配里面的n 就是n次试验中分别出现s1,s2,s3的几率 OK那所以在这个多项分布里面 分别出现这个s1,s2,s3的几率 那总共呢做十次 所以就十次 那你看第一次的时候 它是129 1加2加9不是12吗 所以就是size等于12 1加3加8不也是12吗 3加3加6也是12 OK 所以它这个这个每一列 都是代表这个size等于12 那10的话呢 是总共做十次 十次试验 那十次试验 每次试验呢 它都会值12个骰子 那这个骰子呢 有三种可能的情况 类似像这样 所以它出来的序列是这样 那我们 我们多项分布通常就是模拟而已 不会去画图 画图会很怪 因为它有好几个 好几个维度 那这是有关多项分布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负二相分布 负二相分布 待会两个各位一起试 那负二相分布呢 它的公式是这样 S准一取R几1 1净p的S简R四方 P的R四方 那它的意思是要得到 DR次成功所需要的试验次数N homework 所需要的试验次数 M的 E算是写 x才对 我点N investigative 这个R等于要得到所要的实验次数N 这样的N就是X 这样写次数S 这样比较一致 不然的话好像很怪的感觉 所以要得到DR次成功所需要的实验次数X 这个是-2相分布的几率密度函数 它的期望值和变异数大致上是这样 课本上面会有写 动差生成函数我们都跳过了 所以暂时不看 R的程式范例 我们用呼叫DNBINOM KNP K是0到50 所以这里的轴是0到50 P是0.4 N是20 N就是这边的N P也就是这边的P 但是这里的N应该是这里的R 应该是这里的R OK 所以当我最后画出来的时候会像这样子 那我们来试一试看看 好 这个-2相分配 好 那你就会看到画出来的图像这样 好 那这个-2相分配 如果你仔细看它跟2相分配的图有点不太一样 2相分配图我们刚看都是偏这边的 它是偏这边的 好 好 那我也可以用R RNBINOM 因为D是几率密度函数 那R是随便取N个 那我现在这边也是取10万个 取10万个的结果 你就可以算它的那个统计图 统计图的意思就是说 若在这一小块里面的我通通都算这一块的量 那若在另外一小块的通通算另外一块的量 这样叫统计图 那histogram 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这个 好 好 然后histogram 好结果呢统计图像这个样子 但是你每次做出来统计图都不见得一样 因为他每次所取的乱数是不一样的 所以统计图出来的结果不见得每个人都一样 那我这次做的结果跟下次做的结果 可能大致上是都这种形状 那你试验次数多的时候 那试验次数少的时候 形状会差异很大 好 那这边有比较进阶的范例 那这个范例就是R软体里面的预设范例 但是不容易看懂 也不建议各位直接去看它 就看到这里就好了 做到二项分配的统计图 按曲线图就可以了 好 那请各位去试试看